歡迎收看CBTV的國情講程 暑假過了教授開學 現在大學開學越來越早 越來越早 還比中小學和幼稚園 剛剛暑假過了的時間 不計特首沙圈風起雲湧 究竟中國的團派和太子黨怎樣選誰的時間 原來國內有些新的東西出來 9月6日國務院公佈了新一屆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 這個白皮書一向都公佈開 都很正常的動作 上一份2005年和平發展不是出得密的 國防那些出得密些 人權 罵美國人權 罵美國人權每年都出 這個隔了六年 或者Michael你介紹一下內容 今次和平發展的白皮書最主要分為五個範圍 五個範圍分別說中國在和平發展道路 究竟怎樣去開闢 第一段就叫 第二段就說怎樣去中國繼續和平發展 和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 就是怎樣在中國的崛起之中保持世界的位置 亦都有不知為何從歷史角度去看的問題 最後一個範圍就最主要說中國在其他社經 尤其是環保方面 怎樣去和國際間的合作 這個白皮書當然不是一個很實際的建議 或者怎樣去做 它最主要是概括說中國在未來的時間 可以怎樣走一個叫方略 是的 一方面就是講一下中國的長期的發展方略 和平發展似乎跨越了外交和國內的經濟發展 因為你告訴別人我和平當然是外交 亦都解釋自己發展的方向 更加重要你可以說現在都是中國的所謂公共外交的一個環節 即是不斷地在各個重要議題都發掘一些白皮書 增加中國的所謂透明度 向國際社會宣傳中國的立場 《和平發展》白皮書當然是講中國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打擊所謂中國威脅論 即是我不是威脅我和平發展 今次比較突出的是解釋中國的核心價值 我相信這與2009年初中美的一場小風波是有些關係 因為2009年初大家都知道 美國有一次有些官員去中國訪問 中國官員跟我說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美國當然不滿意 我們見到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稍後很高調 在南中國海地區的航海權 這些都是我們美國的利益 美國都是在中國眼中介入南海事務 說南海有甚麼糾紛 如果你們想透過協商解決 我們美國也會幫忙 中國就覺得美國介入 事後中國有些官方的學者又說 他沒有說過 中國沒有說過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 今次這份白皮書講清楚 很高調地講中國的核心利益 但他以後也希望避免這一類的爭執 尤其是中國的崛起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我們之前幾集都說過 對於南海、東南亞其他國家來說 都是很害怕的 當然這個時間再次強調和平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 其實最主要的是目的在於舒緩東南亞國家 周邊的國家甚至可能是日本 怎樣去對待中國的和平發展 我們前幾集都有提及過這些問題 譬如2009年我們見到東海、黃海、日本海 以至南中國海 都有很多中國和美國和他的盟友 很多針鋒相對的大規模軍事演習 搞到形勢都很緊張 加上2009年我們見到釣魚台 中國漁船船長被扣引起的大風波等等 領土的爭端 這些針對性的軍事演習 其實都可以說是令到中國去努力消利 中國威脅論 加強和南韓、東盟國家的關係 都可以說是有點挫折 現在這一類的白皮書等等 你都可以說是嘗試修補關係的 一種應對的措施 加上大家都知道現在就是 中國的第一隻航空母艦 已經是試航 至少今後兩年中國應該都有 兩隻航空母艦下水等等 這一類的中國建設 所謂深海海軍的發展 自然亦都同樣令到日本、印度、東盟國家 有些刺激的 有些擔心 所以你都見到中國也是從事一些宣傳 盡量希望降低這種中國威脅論 這個亦都是今次和平發展白皮書 用了歷史的角度去說回 我們中華民族在過去 就算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代 發展幾槍盛都好 可能在說唐朝那些時間 我們都是對於當時的倫邦 是十分之友好 這個疑敵的一個關係 亦都刻意地在今次和平發展白皮書 有少少提及 希望令到別人或其他國家 不會覺得崛起或必霸 富強必霸這樣的定律 這就是中國近十年八年宣傳的重點 不是提升國際地位 成為國際大國 一定要靠武力 一樣可以很和諧相處 固然就是以前我們都知道 胡錦濤從和諧社會 發展到和諧世界的概念 就像Michael剛才說 中國的官方智囊不切地宣揚 中國傳統上 甚至可以說 漢堂盛世一路 我們中國都是禮儀之邦 不去侵佔人的土地 我們以儒家倫理去處理和倫邦的關係 我們中華大國不是帝國主義者 我們記得前幾年 其實就是2008年 2008年剛剛是1408年 鄭和夏西洋的600周年紀念 於是我們中國有大肆宣傳說 你看看我們鄭和那時 七下西洋 我們那時有中國 中國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艦隊 即是我們的船 比哥倫布很多 但是我們走過 都沒有說去霸人家的地方 沒有說去建立殖民地 沒有說去開人家的金礦銀礦 我們都是貿易宣揚我們的文化 所以這次就好像你說 第一次在一個正式的官方文件 提到中國的和諧合作傳統 還有這個傳統之後 亦都好看的就是最後的一兩個 說中國怎樣在這個世界裏面 展開一個叫世界大國的風範 去做一些叫做共同去對於地球 或者全球的金融也好 或者環境也好有個負責任的一個環境 包括中國經常被美國說 叫這個發展中國家裏面 排放二氧化碳浪最多的地方之一 現在是全世界最多 比美國更多 但是也中國在今次的白皮書裏面說 中國其實是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裏面的 發展中國家 在這些發展中國家裏面 其實他已經做到節能減排力度最大 亦都是開發再生能源的速度 是最快的國家之一 亦都希望在這些地方上面 可以和其他的東亞和南亞國家 繼續在能源方面繼續合作 亦都是再搬回那些字眼出來 譬如說國字爭議共同開發 是最流行的 東海油田也好 南海也好 希望這樣可以達至到利益先 盡量把主權面子放到最後 這次中國的所謂六大核心利益 包括可持續發展 似乎向國際社會宣示 我們都很講究可持續發展 因為這一直都是中國美國在氣候變化 智能減排上爭議的地方 美國西方國家等等 中國現在已經排放廢氣 以氧化碳最多的國家 中國通常很典型地說 我們人均計都還低於美國很多 而且代表發展中國家 大家都是這樣說 你以前早一兩百年 一路工業化時期 你都排放了很多廢氣 現在才開始減少 中國同樣表示 自己會在2020年 將1992年的水平 減42到45左右 減排的承諾都不低 比起美國來講的確是好很多 也都在休息之前都說 除了白皮書以外的東西之外 金融體液就是這一排大家最關心的東西 在歐洲債務危機裏面 意大利出口術 就叫中國幫忙買債 如果不是我們要整個國家破產 因為每個人都打中國 二萬三千億美金的外匯儲備主義 似乎應該是比二萬三千億多一點 以前公布的數量二萬三千 現在可能多一點 似乎中國整理一下 似乎有些大有錢人的氣派 哪個窮都來幫幫忙幫助多少 中國似乎又好像香港大有錢人 有甚麼我都答應買多少 你見希臘的國債 他都有買少許 不多但叫到也有買 估計歐洲的大國叫到 中國不會不買但應該不會買很多 因為白皮書都叫了 中國將會積極參與G20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建設 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價 多些策略協調 亦都希望說了一句 但亦都不是很實的 向陷入困境的國家伸出援手 大家見到這一句之後 就好像見到這麼狂 但如果留意其實這一句 其實最主要都是想給一些窮國 或者不罰國家債務 主要都是幫非洲 沒有理由幫助自己有錢的生活水平高到幾多的西歐國家 休息回來我們再講一講白皮書所講的 和現實世界又有多大的分別 休息回來再談 回到來CBTV的國情講程 我們上一節就賣了一個印紙 就是講中國就製造了這個最新的和平發展白皮書 究竟中國在對外發展外交的層面上面有多和平呢 我們經常在歷史或中史的教科書 看中國的現代史都會讀到 尤其是初中的時代 五十年代我們這個中國 新中國開始的時候 我們資助非洲國家的建設 幫他修橋踏路 到現在都很不便 我們實踐這個中非的和睦友好 都因為這個長年累月 中華人民和國的政體去支持這個非洲國家的建設 又好援助又好 所以才得到他們的認同 這個政權 甚至將他到最後在聯合國的地位變成形 這個可能是立國之後的上半個故事 下半個故事可能大家都聽過 我們用利比亞來做一個例子 利比亞設橋的時候 我相信是近年最大規模 三萬六千人 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一個非洲國家裏面 三萬六千人華僑 還要說只是技術人員 還有工人 還未計其他 家眷那些 三萬六千人 利比亞整個國家只有六百萬人 和香港其中一個外容群體 差不多人口 我想肯定是最大的外來勞工群體 無可懷疑 你剛才說 中國援助非洲最初 主要都是站在世界革命的角度 亦都突顯他和蘇聯不同 蘇聯就和美國勾結 蘇聯就少支持這些民族解放運動 我們不是的 我們中國又不和美國勾結 我們又大力支持世界革命 大力支持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 外援方面 當然大家都知道 我們六三、六四年 周恩來訪問非洲的時候 講中國對外八原則 即是將中國提升 做一個無犯的外援提供者的角色 到了六七年 雖然在文革高峰時期 我們都很窮 我們答應起那條 尼比亞去坦桑尼亞的鐵路 即是要支援解放南非 支援打擊這些白人種族主義的政府 你想想當時中國真是幾窮幾落後 都還去支持非洲建立大鐵路 即是美國蘇聯都不肯建立 到了尼比亞 你剛才講的切條 第一反映現在中國在國外的所謂 勞務工程、勞務輸出 真是規模龐大 小國六百萬人 我們都有三萬六人 不算是自己去打工 自己去賺錢、自己做小生意 不算是 只是各營的企業在那裏做大工程 都有三萬多人 而且當然這個行動 亦表現中國現在 近年外交的一個特色主調 就說我們要保護中國 在外國僑民的安全和利益 他有甚麼事 我們即刻接他回來 亦都顯示中國的所謂 空運的能力 很快能夠將三萬六千人撤退回國 真是不是野小 每天派七艘船 每天發送十五班民航和軍用機 那時候去撤橋 這個速度和規模 我相信現在只有中國才可以做到 但如果你看回 在利比亞裏面 中國的投資 原來他和卡巴菲政府 那時候簽了很多東西 中國有七十五間企業 包括十三間央企 其實在利比亞投資 總共投資在說 額到188億美金 188億美金 最主要的東西 包括鋪橋搭路 包括建了住房 鐵路 公共設施 大學城等建設的東西 有否看到以基建換取資源 這個策略 其實在中國武器 裡面是很成功的一個模特兒 你見到利比亞正是這一類典型的國家 例如中東 例如利比亞這些國家 他有錢 他有現金 而他的工業水平 或者工程水平落後 他很需要中國那些國家 來做這些基建工程 例如建鐵路、公路、建屋 你可以見到大家很吻合 大家很有互保性 中國去 簡單來說賺錢 而且中國的競爭性 或者競爭力很高 大家可以看到 為何會有三萬六千人在這裏 例如美國西方國家 甚至以前蘇聯去非洲搞工程 他都不會派很多人去 他當然會派技術人員 大家都知道西方國家 找一個人去非洲 人工很貴 這些是所謂hush post 你不要說工程師 一個普通美國工人去非洲 你說你要給他多少錢 但是我國勞工很便宜 所以很多時候這些勞務工程 中國真的派幾千多萬人去做 因為中國人可以捱得 你也可以說效率很高 人工又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一接到這些工程 通常都是幾千多萬人去建築 利比亞的情況 剛剛反映到這種情況 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 利比亞未必會出聲 但其他歐洲人多的國家 就會有一些微言 就會覺得為何不請我們那些人開工 你們帶齊人馬來開工 即便會影響我們的就業 理論上如果你在建築 請我們幾千多萬人來 踏石建築建築建築 建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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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國家的人民很刻苦內勞 而且很多時這些工人發覺 如果在利比亞這些地方 有些小生意做 他可能做完勞務工程 留在這裏做小生意 即是會做一些典型的開一間小餐館 家人接近一家人做小餐館 開一些小超市 即是集貨店 做買賣做貿易 很多時又變了對本地經濟有些影響 因為中國人真的熬得 工作時間又長 如果你開餐館開一些小超市開集貨店 有時真的會將他們原先的集貨店 是趕絕的 所以當地人可能又有一些怨言 尤其是這個怨言是基於那時 這些非洲獨裁政權 跟中國政府簽合約 其實都是那句 沒有人民授權 對於當地的人民來說 其實這個所謂的協同發展 對他們處於一個弱勢和不公 不公平的位置 這個現象令到當地人 其實對於中國 這樣大舉進入其實是不高興的 很多時候亦都產生了很多 一些社會問題 包括可能是槍技 或者是很多中非雲脫兒的孤兒 這些情況 亦都令到當地的資源 好像是看被掠奪 在他們眼中來說 其實可能是比美國的歐美列強的殖民 那種行為 即是很不幸 其實我們中國都要留意到 這個所謂 即是五六十年代 有一齣戲叫做 《醜陋的美國人》 即是不幸地在歐洲 只有少少這些醜陋的中國人的現象 除了我們剛才說的之外 我們有兩類的問題 第一類的問題是貪污和賄賂的問題 即是這些獨裁政權 很可能給了大合同理 就說 喂 那你 有些回籠才行 有時 即是西方企業在這方面 可能會黑勢很多 但中國在這方面 通常沒有什麼所謂 你要多少就給人多少 即是在當地人民的眼中 就會覺得 喂 你在工程中賺了錢 你願意大幅度賄賂這些獨裁政權 當然當地的民主運動 公民運動 自然是很不滿意的 另一方面當然 如果中國的企業在那裏開礦 起路 有時也會請當地工人 通常中國的企業 和西方的企業比較 一般非洲人的埋怨 就是中國企業工資比較低 如果開礦 很多時的安全設備 安全設施 通常都不是做得很足 所以在這方面 亦都受到非洲的工人運動 甚至是普通工人 不用講工會 工會 工會固然罵你 普通工人 亦都覺得有些埋怨 因為很明顯 如果我去隔離那間美國公司打工 他人工高很多 如果我去隔離那間美國的礦山開礦 那些安全設施是很多的 是合標準的 這裏就不是的 這些是另一類被批評的地方 所以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 對於可能是一個口號式 或者文字上交差的東西 可能多於實際 尤其是從利比亞 今次這個過渡政府 成為了這個合法政權的時候 其實亦都看到 這個政權 開始都是親歐美多些 亦都看到當地利比亞人 其實都有一種不太歡迎中國 政府或中國人那種情緒在出現 特別是在這個重建的項目裏面 亦都看到這個保險 保險額其實都補不回 中國虧了錢的東西 你需要一個宏觀和微觀的差距 非洲國家就覺得多中國人來做生意 是好事來的 因為起碼有個制衡 以前只是美國和歐洲人 現在有中國人來買東西 起碼第一明顯地搶高原材料 石油 鐵礦等價格 起碼的確是搶高無可懷疑 他覺得是好事的 另外他有些討價還價能力 西方國家不來我去中國 但在微觀的層次 剛才說工人的層次等等 的確是有些軟然 其實中國應該聰明些 在國企的層面 與其事後又給北外援人 為何你不在工程 在企業那裏做些工夫 即是在當地社區有些回報 在當地社區做些好事 即是那個企業本身也要做 不是讓企業負責賺錢 然後國家又拿筆來給外援人家 所以和平發展就道路漫長 我們繼續看看 今集國情講情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覺得不明是 電話 沒有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10 8